今天又再和大家說說我的偶像李嘉誠先生 厲害 之前大陸的房子都沽了,香港都急急賣了 他的紅顏知己周凱旋 去年斥資兩億多人買了英國豪宅 不要說Ivan Sir沒有建地 Ivan Sir當然沒有他們那麼聰明 去年我差不多同時間去了英國實地考察那邊 豪宅我當然買不起松溫的東西 只是去看而已,誰會買 去那邊的物價這麼貴 我就是住在那邊附近 今次說說究竟周凱旋去英國倫敦買了哪裡的物業 我也做過皇室鄰居一晚那麼多 當然了,白金漢公在附近,還有Mayfair 究竟周凱旋怎麼這麼有眼光呢? 是不是打算和李嘉誠走路去那邊 共捉外巢呢? 為什麼香港不捉? 香港也有了 還要選英國的房子 是不是支持英國? 不知道了 但起碼近年買了那麼多英國公共事業 水、電、什麼差都被你買光了 又不斷的 差不多整個歐洲都被你買光了 厲害 今集想跟大家研究一下究竟 李嘉誠先生現在還有什麼在那邊的投資 還有為什麼他會看好那邊英國的豪宅市場呢? 還要和皇室鄰居 是否有辦法商量呢? 今集內容非常豐富 李嘉誠先生希望大家給like、subscribe、share 吳仔這個channel 支持小禮創作三歲人八十 很多投資理財、退休的秘級 如果想輕鬆、退休生活就不用去英國 像我這樣說,去那邊Song2 即是車邊去看樓的 不用買那邊的樓 那邊有過千萬的 當然想想怎樣退休收息 看一本新書 三歲人八十,你就知道更加清楚 如何退休收息 希望大家喜歡今天的分享 給like、subscribe和share吳仔頻道 如果想錢均錢,退休收息 就更加要看一本一千個收息 很多不同退休收息的方法 多謝大家先 好了 好了 就是想 李嘉誠先生厲害 他的紅顏知己 周海旋 剛剛發了兩億 買了英國、倫敦 超級豪宅 那在哪裏呢? 根據我明查暗訪 Bumberg 說的 他去年8月 積資了2,050萬英鎊 即是說的是兩億多 在倫敦核心地帶的 Saint James Place 即是剛剛在Green Park 旁邊 在旁邊 厲害 在哪個地方呢? 其實那個位置就是白金漢宮 這裏就是白金漢宮 對 上一點就是May Fair 很多人都喜歡住黃室的地方 我兒子也想去 那裏很棒 那裏又接近倫敦水族館 大笨宗 旁邊還有很多大使館 日本大使館 什麼大使館都在那裏 有國家美術館 如果您知道 讀過黃家音樂學院的課程 就知道了 基本上他們的舊子都是這條街 黃家藝術學院 你知道 這個叫什麼? Piccattie Wall 基本上所有名校 出名的學府 全部都在這裏 十分鐘就走到白金漢宮 如果出席別人的婚禮也很方便 去年 基本上這裏就是全倫敦最貴的地方 真是有錢 但這次 聽聞他也是買這裏附近的樓 不是買小成棟 買頂樓 五樓的一個特色戶 讓大家看看我明察暗房 那裏 一晚住酒店也有2300多元 真是不便宜 平均這些價格 還不是說旺季 旺季更加不止 接著你記得 他就是買這裏附近的五樓 哪一間就不說 但這裏附近也沒有說 但這裏附近也很棒 很大機會都是這條街 這條城鑽街 基本上這裏 走到十分鐘那裏黃室 他也不是第一次戚斥 也買了很多次 看好英國的 但是用這個 紅眼之機周凱旋的公司 Horizontal Ventures 這間公司是購買的 當然了,當然不懂個人名 基本上那裏附近 已經是最貴的 普遍 就算現在加息的全球 倫敦的豪宅市場也很厲害 沒什麼跌過 其實中間有很多 例如五百多萬 這裏我都有明查暗房 近這個白金航空 明查暗房附近都要1,195萬 英鎊 全部都不便宜 這些都要460萬 至少4-5千萬港幣 所以這裏附近西文哲 這裏附近西文哲 都是非常貴的 上次我住的酒店也不便宜 近海德公園那裏 真的 所以 基本上 大部份都是五百萬英鎊 就算現在怎樣加息也好 都沒有什麼跌 近年很多人都去那裏買豪宅 當然有錢 周海旋投資獨到 之前 大家用的Zoom Video 那些都是周海旋買過的 Facebook也投資過 簡直眼光獨到 最近又投資很多醫藥股 又有藥廠收購 真棒 所以 怎會沒有錢 大把錢 不過 李嘉誠也聰明 叫他山雨露來 滿風流 經濟會一落千丈 基本上這幾年 他很少投資香港的樓市 果然 李超人 英明 就叫他留了很多現金 要留些現金去什麼呢? 當然是買豪宅圈那些 基本上去年 海外 超買很多豪宅 都是買超過一億 英鎊 超買很多 由錢到全部都買了這些 包括車路士的老闆 去年三月 三千多萬 又是買了這些豪宅 連中國的天使 投資者 徐小平 都是三千八百多萬 英鎊 比他更貴 在附近買了很多豪宅 所以基本上 每個人都是 披英國的豪宅市場 香港的豪宅市場 跌了兩三成 真是沒有人披 真是慘 大家看看吧 基本上 雖然一般的樓 UK的樓 都要跌 高位再跌 十幾個百分比 豪宅跌少些 似乎 那個幅度沒有那麼厲害 尤其倫敦 都算是跌得比較少些 那麼 十月 過往這十個月 基本上 都是跌了一點幾百分比 兩個百分比 兩個百分比 似乎這些豪宅是非常硬 算是2009年之後 最大跌幅 但是仍然 都是高期的硬 租金 跟香港一樣 升了6% 完全沒有變過 所以 就算有些人說 為什麼房價跌 沒有又怕 照買 好像去年 3月的時候 都有一個全世界最貴的豪宅 出售 很厲害 90億台幣 也有20多億港幣 史上最高曾經是沙王 沙特王室也住過 很多豪宅都是英國 又是那頭 涉政公園 所以 真是 有錢人的眼光是不同的 是不是 每個人都買些貴的東西 真厲害 究竟李嘉誠現在做了什麼呢? 最近 他的新判是明日九土山 幾天之內 三火大戶成交 連中三面恭喜 三方四方巨宅 合共套現6100萬 平均尺價17000多元 平均尺價17000多元 豪宅區 基本上這些全部都是 實用面積千多尺的單位 厲害 這些時勢賣得出算不錯 尤其是這麼遠的九島山 果然豪宅是另一個市場 當然有多少貨 現在有很多買家去看 反應理想 所以證明 香港有些好渣市場 真的仍然是海鮮價 但其他那些就死值 慘了 他扔兩成都賣不出 有些扔到三成 所以呢 這些單位 他2020年賣到現在 達到260多個單位 賣都賣不完 有很多 那就慢慢沽了 沒辦法 這些豪宅是豪宅價的 還有最近有些什麼搞作呢 請很多演員 請菲律賓那些 姐姐去迪士尼玩 剛剛17日、14日 帶他們去輕鬆一下 支持一下香港的事業 所以 真的 李嘉誠也不忘做了善用途 還有想著翻身一下 1881的商場 搞一些古蹟文物 所以 現在香港 他投資 當然是不投資 你也不投資 幾個發展商都不一起搞 廢鬼事 轉個投員回來 又再被人劈價 怎麼辦呢 何況北部部區 每個都流標 唉 大哥 李嘉誠要在香港蓋房子 會不會逐肢地的困 都要去砍 放在袋裡呢 到時候 你看看 建築成本這麼貴 萬一有些建築廢物 逐肢地砍 逐肢地去砍 找一些電具 作股之斬 那些粥 放在垃圾袋裡 放在垃圾袋裡 起樓又貴 樣東西又貴 放垃圾又貴 做生意做食股 那些 怎麼做呢 這麼多食股都要這樣放垃圾 只放垃圾 放到幾萬元 聽聞很多食股 真是受不了 唉 連我 我都一定要跟大家出聲 是不是怎樣吃 香港經濟會不會這樣些拖垃圾 那些人都不肯投資 programs 每個人都不肯投資 只會去旅行 甚至串OSS 那些娘家倒下垃圾 那麽可能的 所以 唉 別說聽她這麼好的香港 我想想辦法 怎麼建築人全部IDE 是的 似乎是 U 型反彈 U 也有排 U 起碼我認為是 2025 了 今年我認為香港樓市也是橫行 如果說外國先減息,美國和英國再反彈也不奇怪 美國根本上已經沒有下跌 但歐洲地區很多樓價都便宜了 所以很多人,有錢的我絕對馬上去看盤 所以現在中原領司指數又跌至146點 真可憐,回到2016年的水平 沒辦法,聖誕出外,新年又回深圳玩 創了這個指數的七年低位 基本上高位跌了23% 2021年之後 沒辦法,現在的時勢 似乎新春也沒有什麼好運行 暫時都要看新春之後 看看有沒有小陽春 通常新年之後都有一幕小陽春 可能會升回一些 唯一是新界東就明升0.01 這些都沒什麼意思 基本上整體 九龍又下跌 港島又下跌 新界西又下跌 最厲害的跌1.幾% 所以現在這個水平 大家都很觀望 銀行的股價也不足 這也是大領域 所以全部人都去買一手樓 所以你說 香港連續18個月跌了兩、三成 似乎 有些大行 好像第一太平 大維斯 那些都說 可能一年還會跌兩成 哇,這麼誇張 似乎 李嘉誠真的看得很準 大家都要把自己的生命周期 即是說公司的生命周期 不是你自己的生命周期 要怎樣延長到24至36個月 才可以救自己一命 好像學習周開始 聽他說 就聰明了 買其他地方 有些錢賺 好了,希望大家今天大家分享 下次再和大家分享更多不同的理財收 最重要 都是可樂空三分七 分散風險 不要只買死一件事 一定要找些收息 將來退休收息 做定期存款 做些儲蓄 可以保障自己的財產 我覺得今年也是第一位 都是債券的 債券其實去年20、20、30年已經見了低位 開始反賺了不少 但現在也算是低位 你看到很多10年期 8年期的債券都有4厘以上 有些甚至5厘的 基本上 看到蘋果等 都很多 很多 大家自己去想 不是說股票 債券 不懂就要看一千個收息 如何去選 債券 或者更安全 找個負債券 始終長期 我都覺得 要儲錢 儲蓄 我自己做了這些 5年 10年的儲蓄計劃 基本上儲一百萬 怎麼進來 不斷每年拿6萬元去收息 或者你遲些去拿 每個月拿5千元 之後每5年又遞增一次 去到七八十歲 起碼有1萬多元的利息收 都是不錯的 希望大家喜歡我今天分享 下次再跟大家分享更多不同 理財投資的事情 下次再見 拜拜